平庄一處民宅傳出了火警意外 起火地點就在公寓四樓的客廳 請教派出了99名隊員前往灌救 而一名年約70歲老先生呢 因為行動不便就這樣子命葬火窟 而其他人呢 則是逃往後陽台的遮雨棚 來等待救援 有四個人分別遭到了嗆傷 逃過一劫